批評現行制度總統權責有如民選皇帝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拋出國政願景 除了要總統副立法院報告備詢 凍結考徵兩院 國會制度改為連立制之外 更喊出要推動內閣制入憲 我如果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其實我的目標是 我將來要產生中華民國第一位總理 透過我們的努力 要推出中華民國首位總理 柯文哲坦言光修憲就有難度 必須慢慢推動改革精神 而民眾黨在國會也還算是小黨 拋出主張就看各界回應 就長期的角度 台灣的確應該要回到一個內閣制 責任內閣制的推動 是藍白兩黨既然是共同的目標 我們就希望在我們重返執政之後 共同來推動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直言 內閣制是藍白共同目標 而這似乎預告藍白合呼聲 恐怕將從選前喊到選口 不過現在雙方整合方式各持己見 是否到選後合作才逐漸明朗 柯文哲則回應 不是等某方有權力才談合作 而是有清楚規則之下 隨時都能展開合作 不過這恐怕也要面對 喊出國會過半目標的民進黨陣營 因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國慶廉假馬步停蹄 也到處為自家立委參選人站台 期盼搶下漂亮的國會席次 原期今晚R156台北市桃園復興採訪報導